观众晚安,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首先来看到开幕九天的同安节 入园人数在今天下午两点突破了十万人 而这位游客是来自苗栗现年七岁的林玉轩小朋友 幸运的他也获得了价值七千元的礼物 幸福表示,今年同安节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约三千人 购票人数增加了六千五百人 所以在开幕短短九天就突破十万人次 而这位幸运游客是来自苗栗现年七岁的林玉轩小朋友 林同学也说今年是他第三年来参加童晚节 他觉得清水公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玩水 你们总共几个人来 十三个 什么时候有来过 有玩儿 两 今天第二次 第三次,那今天有什么地方好玩 玩水 林妈妈则是认为童晚节不但场地宽广 游戏设施多 最重要的就是非常安全 所以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带家人来这里玩 因为地方很宽 然后又有滑水道 又有可以跳的那个船 那个船有没有 所以我感觉到就是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而且就是还蛮安全的 那我们都这样看着就还可以 县长林聪贤除了亲自致赠礼物给第十万名游客之外 并且表示园区已经全面进行检测 也派驻县府一二级主管每日轮班助手找细节问题解决 请民众可以放心 很感谢所有的全国好朋友来跟我们支持 也要好 所以我们在今天第九天已经看了十万人 当然大家都会关心我们到底会有多少人 其实我们都希望一天没吃到15000万 中间这种的活动品质就最好了 尤其大家也关心 政治人员有过度容易受伤 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有问题的所在 都已经做一个品质的管理都做改善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欢迎大家带着这些朋友来跟我们一起 这是我们伊兰人 我们也希望台湾的东西 欢迎大家来 伊兰新闻记者赖福新从不到